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在Chapter 5的Example 1 這裡說,John參與了一個Speech Contest Participate 參與了Inter-School的Speech Contest 他有五個評判,有五個評判,就是這個分數 Find the mean mark given to John 那麵就很簡單,把它加起來 好,我們很快把它加起來 好,然後脫下5,這個就是那麵 好,我們先嘗試把它加起來 好 好 好 結果就是多少 1 除5 好,132 OK,這個就是它的 mean mark 好,然後就說 Suppose one more judge was also included and he gave John 120 原來加多了一個評判 那那個 new mean 是多少呢 好 new mean 應該是 new total 是不是 除回,本來有五個 現在加了一個,除回六個 那 new total 是多少呢 new total 就是 首先就是五乘一三二 為什麽是五乘一三二 為什麽是五乘一三二呢 因為之前那裏有五個評判 每人比一百三十二分 平均一百三十二分 所以總分就是五乘一三二 那麽你就不需要重新去加過的 不需要重新去加過的 OK 那就加回最尾那個 好了,那除回六 那這個呢,就可以 那當然你可以用回剛才那個六六零 如果你沒有,是吧 計數機的話也可以的 那就是把六六零 加一二零 除回六 好了,這個答案就是我們新的 mean 在這裏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我們那個 mean 是等於 total 然後除回那個 frequency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把乘上來的話 total等於 n 乘 mean 尤其呢,如果 given the mean 的話呢,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找回那個 total sum OK,好嗎? 如果是有時題目呢 就說呢 我已知那個 mean 是多少 那怎樣找到 total sum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找 好了,這個呢 簡單地就是example 1 好嗎? 好嗎? 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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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